师父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在观音堂 念礼佛就是可以念很多 礼佛的时候比如说21 27遍 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那观音堂的义工 观音堂的义工他就没办法念 那他也是在做功德 那他跟那个 贵德那念礼佛的那个从修 那他也能消很多业障吗 消是消业障 当然要看 首先呢就是说如果 你的问题说大家跟基督一样的话 对不对啊 那么念经的人 消和不念经的人消 应该是念经的人消的更多一点 更好一点 那观音堂也要有义工啊师父 对啊 所以大家 换着在念呀 你不能说 就是那一天换 对啊你不能说我 我因为要做 做观音堂做义工我就不念经啊 那你怎么能成菩萨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那因为比如说 那因为比如说三十初一上头乡的时候会来一些人能念那么多礼佛 那不当义工的人就很开心跪的那一直念当义工的同修就得接待人告诉人家上乡 我的意思就是这时候他也同样应该消很多变化 你这就叫用人间的东西在看菩萨 嗯 那我问你呀 那么观世音菩萨和维托菩萨有什么区别啊 维托菩萨他是护法呀 对不对呀 观世音菩萨的红法呀 那么当中都有一个法呀 那么护法护得好也是功德呀 红法红得好也是功德呀 你今天护法在观音堂里做义工做得好 你还要分有什么分别心啊 对不对呀 对 你今天在观音堂初一的时候你拼命的护法 你站在那里 虽然你嘴巴里不能念经的 你就算礼佛不能念的话 你平时不能多念一点的 再加上你过年时候的做义工的功德 你不是功德更大吗 对 是师父 看什么玩笑没智慧听得懂吗 是 谢谢师父 那个还有师父就是 观音堂里就是送来来供菩萨的人 他那个供果有时候他买的时候他不知道其中有不好的 然后和其他同修另外的同修可以混的供上 可以的没关系的 可以的哈 可以的因为好跟不好的最好把好的放在一起 不好的也放在一起没关系的 菩萨不会计较 只是你只是呢有一点点不好的就是护法神有时候会觉得你心不成 比方说人家买的苹果特别好 你买的苹果歪歪七七八八的 你放在一起护法神看了就别扭 护法神就觉得你同样供菩萨你心不成 哦知道了师父 就别这个菩萨没有分别心了 护法神他要护法的呀 嗯 好吗 那因为就是义工来做这些事因为就是来的人他有时候他也不知道他那个水果是什么样 这无所谓 嗯 谁供的水果 谁自己用什么心 菩萨全知道 一点都逃不掉的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往观音堂一放 你请了点差一点的 对不对啊 嗯 所以你们是吃不出来的 有时候我可以告诉你 菩萨感恩 菩萨也是对我们对他菩萨的供养他们很感恩的 有的时候你看供过菩萨的水果你吃到嘴巴里 他感觉不一样的 我只能讲到这里 我有些事情不能透露给你们太多的听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 你不信了 师父还有 你不信你供菩萨是这个味道 你要是你家里供亡人啊 你供过亡人的水果你拿在嘴巴里吃呢 你吃得出香味没有 所以人家供过亡人的水果啊什么菜啊 人家都不吃的 真的 很多人们就是怕浪费啊 哎呀怎么怎么 实际上不应该你们没看到 师父告诉你们一点点你们还敢吃了 鼻涕啊口水啊 塌在那里 舌头塌在那里 你们供的菜他在舔呢 头发啊 哎呦鬼兮兮的那种样子 他吃完了他跑掉了 你说你说你供完了你还能往嘴巴里吃吗 哎 你供过菩萨的你知道 哎他是有加持过的明白了吗 对 他把你的功德给你了 对不对 他把你的心意拿走了 菩萨们都是这样的呀 记得你的天上的功德本上了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谢谢你